好 中四級數學 第一次和大家見面 雖然沒有教大家中四 但是一樣可以和大家網上補習 穩預習數學 第一個chapter 1.1 real numbers 實數 包括這幾種類型的數字 inagers 就是整數 負4 負7 負整數 零都是整數來的 零在數字裏面雖然代表沒有東西 但是它都是一個數 但是它又不是正 又不是負的零 中乘 1 3 這些是正整數 positive integers rational numbers 即是有理數 什麼有理呢 不是說有沒有道理的道理 是那個數可以把它變成一個分數 一個fraction 就叫做一個有理數 比如1 over 2 負3 over 4 10 over 7 全部都是rational numbers 反正可以變成一個分數 就是一個rational numbers irrational 沒有理數 所以是不可以變成一個分數 即有些數是 例如2 證實了是不能夠變成一個這樣的fraction p of a cube 不行的 pi 原收率 都是屬於 irrational numbers 他說不是的 pi 都好像是 20 over 7 但記住這個只是一個 approximate value 不是真的20 over 7 實際來說是3.14168 即是一個很長的小數 另外還有一個叫做e 這個e都是不屬於一個rational number 是rational number 變成一個分數 然後real numbers 就是上面兩種加起來 有理數和沒有理數 混合起來 全部都叫做real numbers 我們叫做實數 還有一種叫做imaginary numbers 即不是實數來的 即不是real number 譬如它是負1的square root 這個呢 我們叫做i imaginary number 以後大家會知道的了 理論上不存在的 即是負1的square root 有什麼數字 至乘一次等於負1呢 理論上是沒有的 imaginary 我們叫做 即是給它名字 叫做i 以後大家會看到 有i的數 即是叫做imaginary number